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千诚探秘 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 一只体型巨大的钟雄被村民击倒在地上 这就是在日本百年前发生的一起三毛别村巨雄赤人事件 事件发生在1915年 地点是日本北海道山前町一个名叫三毛别的村庄 在日本当地,北海道的钟雄是整个国家体型最大的猛兽之一 而三毛别村是一个贫穷的商地小村 村民也都是从外地汇聚过来的苦困农民 他们驻扎在此开荒种地,被称为开拓民 同年11月,一只钟雄因为无法顺利冬眠,饥饿难忍 闯进村庄觅食,而之前就发现有雄出没痕迹的村民找有防备 当钟雄再次来觅食,村民们向他发起攻击 最后钟雄受伤逃跑 村民们以为钟雄不敢再来了,便放松了警惕 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钟雄又回来了 这次他想用人来填饱肚子 12月9日上午,男主人太田一早出门劳作 家中只剩下太田的妻子和一名幼童 突然这只钟雄闯进太田的家中 这让太田的妻子慌了 他抽出炉子里带火的木条炸向钟雄 企图赶走他,这一举动非但没有让钟雄害怕 反而激怒了他 钟雄猛的上前一口,咬下幼童的脑袋 随后又把吓到不能动的太田妻子给咬死了 拖着尸体到附近的林子里享用 宝仓后,只剩下腿埋在雪里 留到以后再吃 太田回到家中看到这样的惨状悲痛欲绝 整个村庄陷入了恐慌 当地村民自发组织了一只30名壮汉的猎雄队 12月10日晚,食人雄再次来到村庄 似乎知道了梅要捉他,便往反方向逃跑 而他逃跑的方向则是收容了栽藤妻儿的民警家 原来栽藤参加了猎雄队 于是把妻儿送到民警家 当时栽藤的妻子怀有身孕,并有两个小孩 还有民警的妻子和民警家的五个小孩 以及一个快60岁的伐木功能 毫无防备,并且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民警家 成了人间地狱 钟雄从窗户跳进来并打翻了火炉 这时屋子一片漆黑 大家四处逃上 钟雄一掌击杀了困在屋子里的两个孩子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杀 栽藤妻子知道跑不了 跪在地上就哀求钟雄放过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可钟雄哪里懂能话 他从孕妇的上半生开始吃 期间栽藤妻子痛苦到大叫 随后钟雄撕破他的肚子 把胎儿拉了出来 现场极其忏忍 这次又有五条人命被夺走 村民们愤怒到极点 12月12日 北海道厅派了一支讨伐队来到三毛别村 加强部署 聪明的钟雄似乎嗅到了危险 不再现身 12月13日 猎雄高手伤本兵级也赶到 此时北海道厅投入猎雄人数高达600人 猎犬10头以上 动用了60只猎枪 这么大动静的队伍 猎雄高手伤本兵级闲炒 他选择分开行动 从别的路口进了山 在一棵白象树边发现了棕雄 棕雄只注意到猎雄队 没有发现山本兵级正悄悄靠近他 在距离棕雄不到20米的距离 山本兵级连开两枪 正中棕雄的心脏和头部 这只高2.7米 重380公斤的龐狼大物轰狼倒下 为了泄横 村民们分食了熊肉 之后 他们在原厂暗地建起了纪念馆 还有怀念死者的悼念碑 事情就此结束 这只棕雄在袭击三毛别村前 曾吃过三个女人 因为猎雄高手山本兵部 遇到过的那只食人熊 和见到这只棕雄身上的特殊疤痕 确定为同一只 食人熊和普通熊的区别是 他不怕火 知道火对自己有伤害 他去民警家时 踢翻了火炉 扑灭了火堆 当他发现能那么落小 妇女孩童美味的时候 开始变得肆无忌惮 一次次返回村庄 而村子里被双住的马匹 他一匹都没吃 如果在森林里遇到中熊 装死是没有用的 熊可是会吃腐肉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能与他对视 然后慢慢后退 绝对不能尖叫和奔跑 剩下的就看熊的心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